如果我失败了,整个国家都会背叛我。 当这句话从金炎儿的口中说出时,记者会现场顿时陷入了沉默,没有人想到金炎儿竟发出这样的感慨。 不过只有金炎儿自己知道,为了站上最高领奖台,她到底付出了多少,在荣誉和掌声背后又承载了多少心酸泪水。 从默默无闻的韩国姑娘到征服世界的花华天后,翻开金炎儿的人生经历,充满了传奇色彩。 1.七岁时登上冰场,一发不可受试。 金炎儿第一次接触滑冰是在七岁那年,父母带着她和姐姐去家附近的滑冰场玩耍,在冰上自由自在的感觉令她喜欢上了滑冰,从此一发不可受试。 滑冰场的教练十分看好金炎儿,认为她在这项运动上有着过人的天赋,若能好好培养,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。 在众多花华选手中,金炎儿既是天赋最高,也是训练最刻苦的那一个。 从八岁开始,冰场就成了金炎儿的另一个家,她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冰场上。 在训练过程中,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倒和爬起,浑身上下伤痕累累。 然而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目标,那就是成为韩国最顶尖的花华运动员,站上最高领奖台为国家争得荣誉。 二、十二岁参加国际大赛,一名金人的背后是天赋和勤奋。 2002年,年仅十二岁的金炎儿已经掌握了五种三周跳,在同龄选手中脱颖而出,并且代表韩国参加了在斯洛文尼亚举办的花华国际大赛,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 2004年,金炎儿正式加入韩国国家队,成为了国家队里年龄最小的花华运动员。 同年,金炎儿参加了在匈牙利举办的青少年花华国际大赛,最终将冠军奖杯囊括怀中,同时打破了韩国花华项目的历史记录。 此时的金炎儿已经是花华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,收获了鲜花和掌声,未来一片光明。 然而,外界并不知道她正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。 由于长期训练的缘故,金炎儿的后背、腰、腿等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,她每天都需要服用大计量的止疼片才能完成训练。 在2009年举办的四大洲赛赛事中,金炎儿一举拿下了短节目和自由华两个项目的冠军。 其中,短节目获得了72.24的高分,打破了世界记录。 同年,金炎儿又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花华市井赛,并且夺得冠军奖杯,再度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记录。 3. 战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,金炎儿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。 2010年,20岁的金炎儿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,她登上了冬奥会的赛场,成为了夺冠热门。 她最终以领先第二名20分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,成为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花华奥运会冠军。 对于金炎儿来说,这次获奖不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,也让她看见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。 当时有外国媒体评论称,如果金炎儿没有拿到奥运会金牌,她得到的将是一片骂声,韩国人只是把她当作拿金牌的工具。 连外国人都明白金炎儿的命运只能靠她自己去争取,国家和国人在乎的只是她所取得的成绩,所以她才会说出那番耐人寻味的话。 如果我失败了,整个国家都会背叛我。 同年8月,金炎儿突然宣布与教练奥斯尔解约,该消息一经曝光后,便震惊了体育界。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,解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 奥斯尔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是金炎儿的母亲一手操纵了整件事情,对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,直接提出了解约的要求。 不过另一头的金炎儿很快就否认了奥斯尔的说法,她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文抨击奥斯尔,称她在说谎,随后又有媒体爆出猛料,称奥斯尔正在和日本名将浅田真央接触,两人或将达成合作。 由于金炎儿和奥斯尔各持不同的说法,导致解约事件演变成了罗生门,叫外界看得云里雾里,背后的真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 2014年2月7号,索契冬奥会正式拉开帷幕,对于已经24岁的金炎儿来说,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冬奥会,同时也是她的羡慕之战,相较于其他人,她应该是最想拿到金牌的那个人,这样的话,她就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下圆满的句号。 然而,造话弄人,等待金炎儿的不是金牌,而是裁判不公平的裁决和一辈子的遗憾。 在索契冬奥会赛场上,金炎儿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罗斯选手斯托尼科娃。 在表演短节目时,金炎儿以一手小丑进场拿下了全场最高分,对手斯托尼科娃屈居第二。 后来自由华表演时,金炎儿又用完美的表演拿下了全场最高分,此时的她已被锁定为冠军,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 后来出场的斯托尼科娃在表演时出现了失误,但是裁判却给了她一个无法理解的高分,比金炎儿的分数足足高出了5.48分。 靠着这5.48分的优势,最后斯托尼科娃拿到了金牌,而表演完美的金炎儿却只拿到了银牌。 自从比赛结果公布后,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金炎儿的身上。 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纷纷站队支持金炎儿,认为她才是那个应该拿奖牌的人。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,丢了金牌的金炎儿却表现得十分大度。 她透过媒体表示,分数取决于裁判,无论什么结果,自己都会尊重裁判的选择。 正是因为金炎儿的大度,这场舆论风波才得以平息。 如今已经31岁的金炎儿仍是诞生。 金炎儿虽然已经退役了,但是她所创造的辉煌荣誉永远存在,并且影响全世界热爱花华运动的年轻人。 在观众的心目中,她永远是优雅又美丽的冰上皇后。 她的出现在花华历史上留下了最浓墨的一笔。 さい美丽的 temple标中 suggestions。 żeby一个人输销 toward提供应你的, Hyper можем目环优手提供的香港那种自由 debates。